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诸无所得,是无所得,生与异业,能知三业,皆无所有,无虚妄故,无有欺负,凡所视现,无信无义。 诸如实心,知无量心自信,知一切法自信,无德无相,甚深难入。 诸于正位,真如法性,方便出身,而无叶宝,不生不灭。 诸涅槃界,诸极尽性,诸于真实无信之信,言语道端,超诸世间,无有所益。 好,到这个地方,先搞一个段落。 我们在前面呢,请看到六十六页,进行品。 这个进行品里面呢,谈到,这个耳食这个地方。 二十六页,自首菩萨,问文殊实力菩萨言, 佛子,菩萨云合,得无过失,生与异业,云合得不害,生与异业。 那么从进行品开始,就是要进化我们的生与异。 我们如果说,这个,守这个菩萨界。 菩萨界的,它的特征,其实就是生与异。 那么这边呢,就谈到呢,小春佛法跟大圣佛法它的一个差异性。 以前也提过了,小春佛法的一个界。 跟大圣佛法的界,大圣佛法多半是以心为界,小成佛法以色为界。 怎么说呢? 好像说不杀生来说。 五界里面,第一个就是不杀。 那么小成的界里不杀就是我的身体没有杀。 那我的意有没有杀呢? 我只要身体没有杀,就没有犯戒。 大圣的佛法呢,我身虽然没有杀,我异业杀了,就是犯戒了。 当然它里面还有开得词办,我们不去谈。 所以呢,这就是谈到了生与义。 那这里我们从进行品,我们可以了解,从进行品一直到翻行品,复发行功德品, 一路下来一直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实行品的这个善限行。 行当然是一个行为。 但是这个行呢,它是在这里面,它是有说是体积般若。 一望三轮而造,般若三轮者呢,静置众生也,所谓三轮体空。 真正三轮体空是把三轮的概念也超越了。 所以它说,一望三轮而造。 以般若字所发出来的。 那么此地呢,就说到, 深夜清净,雨夜清净,跟溢夜清净。 跟刚刚所说的,无过失神与义。 云和德不害,云和不可毁等等。 就是说,无过失神与义,跟清净来说呢, 这两个当然是有什么不同呢? 基本上是相应的。 可是城市上,前面只是入门。 此地就是已经入门了。 所以叫清净了。 没有前面的无过失等等那些话, 不可能达到清净的生与义夜。 是这样的。 所以经文是前后相应的。 那么我们前面谈过了佛有实力。 这个实力呢,也是十种佛的大的神力利用。 是经过净化身与义以后所有的十种神力。 所以,那是果味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它的阴味到果味, 它是有连贯性的。 好,下面我们就继续看。 那这边它就说, 何等? 好,唯。 什么什么? 佛杂摩佛杀献心。 那么献心这两个字是一个总称。 此菩萨生与义清净, 雨夜清净, 一夜, 或者深夜清净, 雨夜清净, 一夜清净, 就是善献心的比较具体的一个形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经文是有前后的这个文是有一气合成, 有关联, 前面只提到三线形三个字, 后面就比较具体的生语清净。 那么再下来呢, 住无所得, 是无所得生于一夜。 住无所得就是, 住在一个, 这个住子我们以前也提过, 在金刚经里面就提到这个住有两种意思, 因无所住就是执着的意思, 住着在。 另外一个字就是说, 因云和住, 云和降伏其心, 这个云和住, 这个住就行是安住, 就是安住在这个境界中, 我们的心应该安住在什么样的境界之中, 那个住是这个意思。 另外一个住就是, 不要执着, 执取。 所以两个住的重点不同, 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两个住要合起来说, 一个好像是住, 一个是无住, 云无所住, 好像是矛盾的。 但是金里面又有一句话, 它叫住于无住, 这个就, 两个字好像有点矛盾, 一个是住, 一个是无住, 究竟住还是不住? 那又产生矛盾了。 但是如果要再解释, 安住在无所住之中, 就是安住。 用最简单佛法的话, 我常常提过的那些话, 这些话里面常常提各位, 就是说碰到有困难的时候, 把这些话就把它给回想一下, 就是缘起跟信空。 缘起就是无自信啊, 无自信就是信空啊。 所以呢, 无所住, 就是无自信, 不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它不执着, 它安住在一切不执着的状况之下, 无住而住。 也可以说住而不住, 无住而住, 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好像也有点, 还听得有点恍惚啊。 就好像说,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常常举的就是, 镜子是无所住的, 镜子是空的, 是缘起的, 是信空的。 你摆一朵花, 它现的是花。 你摆一团水, 它就是水。 你摆的是佛像, 它就是佛像。 你摆任何东西, 所谓湖来湖现, 汉来汉现, 就是无所住。 镜子就是无所执着, 安住在无所住, 但是每个境界, 都是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当下就无所住。 就是红色的它不会染红, 蓝色的不会染蓝, 黄色不会染黄, 这就是无所住啦。 其实就是金刚星那个, 因为不住身相未处法, 不住身相未处法的意思是, 不排斥身相未处法, 就是我们六根元六成的, 所有的色身相未处, 都不排除, 都不排除, 也不怎么样? 不执着, 也不排斥。 各位好好地把这个意思体会一下, 不执着所以它是空性, 以有空一故, 一切把得成, 所以可以任何的相都可以显现, 但一切的相也都不执取, 这就是极相离相的意思啦, 这个就是什么, 般若的观, 所以这些经论呢, 就跟这个我们读的新经一样, 色即是空, 色就是身相未处都是, 都是属于色, 即是空就是不排除, 空即是色, 就缘起不爱星空, 星空不爱缘起, 这两方合起来, 来面对所有的, 就是所谓, 怎么样叫做清净生与异业呢? 诸无所得, 以无所得故菩提撒舵嘛, 那么维世学呢, 有十二, 有这个二十四种不相应刑法, 其中一个叫做得, 得什么? 得到名, 得到利, 得到学位, 得到一个什么荣誉, 财色名词罪, 色诚相未处等等, 都可以叫做得, 得是一个, 新王新所设法, 因缘假合的一个东西, 假合的一个东西, 这个假合的东西呢, 不要直取, 并不是不要, 我们可以学去赚钱, 去得到博士学位, 得到什么, 都是没有关系的, 目的不是这个, 得, 但一无所得, 而是你并不是, 我都不要, 所有事件都你不要, 不要就产生了, 断灭鉴, 又产生一个执着, 不要的执着, 我不是不要, 有因缘, 就是谁没想缘起啊, 我的因缘应该得, 当然不让, 但我不直取我所得的, 那些东西, 这才是缘起信空的意思, 所以我们学活, 很多人说, 我只要我不要, 就是我很高, 我很高超, 我很好, 我超越了, 如果这样说, 我只要不要的话, 那不是跟小程比较类似了吗, 我什么都不要, 你该有的因缘, 你该居住的, 不须, 不必客气, 但也不要执着, 那就清净了, 所以得是一个因缘假合相, 所以这边说, 诸无所得, 是无所得生于一业, 你看, 无所得生于一业, 就是中道义了, 生于一业还是要有, 但不执着生于一业, 不去造业, 能知三业皆无所有, 无虚妄, 故无有虚妇, 所以说, 不着有, 也不着空, 作为没有细腹, 没有细腹就没有业, 就超越这个业力了, 凡所视线无性无义, 所以显现出来的, 视线就是秀出来的, 显现出来的, 它是没有本性的, 没有, 是依不可得的, 后面就, 后面就, 诸如实心, 知无量心自信, 知一切法自信, 无德无相, 甚深难入, 那么这边呢, 谈到我们所谈的一个, 是什么呢? 这个里面就说, 它就是, 般若的观照, 实际所说的很多呢, 都是指的是法性空, 般若的观照的法性, 就是, 心经讲那句话说,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般若密多时, 照见无印皆空, 度一切苦恶, 无印就是元气法, 一切法就是无印, 无德无相, 那么, 圣神,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身与意就是三业嘛, 所以它后面说, 能知三业皆无所有, 就把前面的身与意结合了, 无所有, 可是呢, 它又怕我们去执着, 无虚妄, 怎么又无所有, 又无虚妄呢? 就是, 不障碍缘取, 你不要执着, 那都是没有, 不是没有的, 不是囊病, 不是不存在, 而是不执着, 不障碍缘起, 而有信空, 信空不爱缘起, 缘起不爱信空,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凡所事件无性无依, 就是凡所显现出来的东西, 一切的事情, 那么, 这个凡所事件无性无依, 请问跟身与意什么关系, 身与意就是我们所作所为, 那我们所作所为的, 基本所显现的所有的事情, 行与作卧之项, 都是所显现的所有的事情, 可是这所有显现的事情, 你要容缩起来就是身与意, 身与意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所显现的行与作卧, 移民送客等等的, 日常生活的一切事情, 无性无依, 所以它的用词就是, 法性就是空的, 但是呢, 甚深难入, 一般人不容易进去, 不容易理解, 因为讲到太玄, 太玄妙了, 虽然是玄妙, 对我们, 如果一个初学人来讲, 是很玄妙, 对老学者来说呢, 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向往的目标, 这是射箭一样, 我的射箭的标准, 一定要射原心, 虽然我不一定都射重, 虽然我射不重, 偶然重, 偶然不重, 有射不重, 但是我都要望着原心射去, 是这样的意思, 下面再看下一段, 注于正味真如法性, 方便出身而无涅报, 不生不灭, 注涅槃界, 注极尽性, 注于真实无性之性, 言语道断, 超诸世间无有所义, 注这个字就是刚刚讲的, 注有两种, 请问这个是哪一种呢? 安注嘛, 安注在正味真如法性中, 那就是刚刚讲的那些话, 所以前面说的那么多的话, 都是在法性, 所谓法性是什么? 诸法的法性, 一般来说, 有情叫佛性, 无情叫法性, 一些事情叫无情啊, 但是原教来说, 法性、佛性是不分的, 所以下面再看咯, 方便出身而无涅报, 方便就是善巧方便, 那是全智, 那生出没有涅报, 什么叫做没有涅报呢? 我们所作所谓都是有涅报的, 起心动念都有涅报的, 但是如果是以三轮体空来实践一些事情, 就没有涅报了, 就没有涅报了, 是后面说的不生不灭, 诸涅槃皆, 那么我们可以说, 佛性, 终生皆有佛性, 那佛性的终极是什么呢? 就是涅槃, 涅槃就是不生, 无为, 无所作为的意思, 涅槃就是真如, 法性, 就是果味, 果味的时候就是无助,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谈到佛有三生, 对不对? 法报化三生, 法生是不变的, 不生灭的, 华生是有生有灭的, 暴生是向, 华生是用, 法生是体, 你看, 法报化三就是元起信空啊, 法生是体嘛, 信空嘛, 华生是元起嘛, 真灭的嘛, 对不对? 就体相又是一如的嘛, 所以呢, 我们前面所做的那些无所住的, 就是在生灭中无所住, 一切生灭法中无所住, 不管它是生与义, 不管它是生相畏处, 我们都是无所住, 那无所住就跟涅槃相应了, 就是正如法界了, 就是住于极尽性, 住于真实性, 无性之性, 无性的性, 所以说在《大波尔经》里面也谈到, 这个性是什么? 是无自性之性, 因为中观在破斥主法无自性啊, 主法是无自性的, 那无自性的话会给人家一个错觉, 认为无自性就是什么都没有, 但他说他有一个性, 这个性是叫无自性的性, 它是不障碍一切缘起有的那个意思, 所以这句话其实它就是中道意识, 可是因为会误解, 那个无会变成一个否定, 否定的名词, 就产生一种边界, 错误之见, 所以他加一个无性之性, 这样子, 所以他用词用句, 其实他有他的意在, 言语道断超度事件, 无有所欲, 就是不能用语言, 语言这条路走不动了, 没办法理解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下面的柱里面的小字的第一行说, 如实心极致性, 亲近心是总相, 正位就是真如故, 真如自体, 事实是常, 所以注意到这个常不是长断的常, 常乐我尽的常, 这是大博尔经里面讲到, 这个涅槃世德之一, 是常乐我尽, 这四个, 所以大博尔经里面, 也有特别, 这个, 说明, 这个十项, 凡夫无常, 凡夫也有常乐我尽之见, 凡夫的常乐我尽是, 无常直常, 不乐直乐, 无我直我, 不尽直尽, 凡夫的错觉, 所以采用这三个的相反, 苦空无常我, 苦空无常我, 是小陈的, 对治凡夫的错觉而来的, 前面这四个, 凡夫的常乐我尽, 是有为四种颠倒向, 小陈呢, 就是苦空无常我, 那又变成无为的四种颠倒向, 后面再来一个常乐我尽, 是涅槃式的, 是出离有为四种颠倒, 跟无为四种颠倒, 而达到涅槃, 常乐我尽, 等着就是中道义了, 对不解的人就会说, 涅槃你不对啊, 怎么会有常见呢, 这就是见山还是山, 见水还是水的境界了, 所以此地讲到常, 以非一般所谓的常, 所以下面说, 法性乃诸法, 这本在此阴相, 法性是阴相, 涅槃是果相, 所以因此, 我们时时刻刻念字, 菜字都要以法性为我们的依规, 就直时刻刻都直透, 直直直涅槃, 就因地跟果地, 因地心跟果地学, 果地觉相应, 所谓的因该果海果辰因缘的意思了, 就在此地了, 所以这边说超度时间, 无有所欲, 就是世间人没法理解, 世间人没法理解的, 世间人是用世间的想法, 世间的执着, 来了解佛法, 就是世俗的见解, 而跟佛的至正觉的世间, 是两者不相应的, 此地有这么一个意思, 下面一段, 入理分别无福作法, 入罪甚至真实之法, 入非诸世间所能了之, 出世间法, 此事菩萨善巧方便, 视现身相。 那么到了这里, 他就是以前面的话, 在说, 入, 就是要进入, 离开分别, 一切分别, 的一个无福作法, 所以我们上次, 举了禅宗的公案, 深善大师碰到道信, 就要说, 道信问他, 你来干嘛, 我要求卸托法人, 我要求卸托法人, 这话有没有错, 没有错, 我要求卸托法人, 学佛就是求卸托法人, 道信大师问你, 谁福如, 谁把你绑住了, 就是这个福, 我说没有福啊, 没有人把我绑住啊, 那更何求卸托法人, 你还要求什么卸托法人, 这个按理说,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我一般说, 因为你有执着, 所以有福嘛, 因为你没有执着, 所以你没有福嘛, 你离开执着, 就卸托了, 那还求什么卸托法人吗, 本来应该按照逻辑是这样说的, 可是他的问话不是, 禅宗的问话, 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 他要触发, 不是我帮你思考, 是你自己把它想通, 谁在扶你, 这就是令你去开悟了, 谁扶住, 没人扶啊, 不仅是身上的, 这实际上是心, 既然没有的话, 那你所谓的福, 你的前提, 你的前提, 因为缘起是性空的啊, 一切法是缘起的嘛, 可是你觉得福, 有福有不福, 是本来是性空的, 怎么有什么能力可福的呢, 那这个所谓的福是心生法生的啊, 心灭法灭的啊, 这大神请求说里面说的啊, 这些都是教理, 可是他不跟你讲教理, 他问你, 最服务, 没人扶, 你还求什么协夺法呢, 他当下开悟, 就是无福所法, 禅宗就是直指人心了, 单刀直入, 不跟你脱泥带水, 一朝直入如来地, 入罪甚至真实之法, 这就是博人智慧, 那么我们看一下前面一百二十七页, 讲到这个禅定的表有三个, 一个叫做子, 正念, 一个叫色摩他, 是定或者子, 提波舍那是慧或者叫做官, 叫正念, 下面说双运, 双运就是定慧等词了, 即止之官, 即官即止, 即定之慧, 即慧之定, 直就是信空, 官就是缘起, 换句话说, 修行禅定的方法, 禅宗修的, 所谓顿究顿悟的方法, 就是子官同时, 就是缘起信空同时的, 就是跟我们的法性, 跟涅槃都是相应的, 所以因为相应, 它是互相可以观照, 就是我们因地不争, 果造渔区, 应该果海, 果成因缘, 这个意思, 所以你看, 那是功夫, 是修行方法, 这些是, 一个是法性或者佛性, 涅槃等等, 跟般若, 你如果按照那个方法, 所行的就是博日智慧, 照见五蕴接风, 度一些苦恶, 度一些苦恶, 就是没有任何的辅佐, 执着, 没有任何的业, 不沾着任何的业, 清清楚楚, 干干净净的, 就是入最胜至真实之法, 最肃胜的智慧, 究竟了异的智慧, 入非, 下面, 入,悲诸世间所能了知, 书世间法, 此事菩萨, 善巧方便, 视现身相, 他能够入是什么意思, 进入这个境界, 的意思, 刚刚这种入字都是一样, 这种入, 那么在这个文学上面, 它这种, 有一种叫做领字, 领字就是这个字, 把下面的意思全部领进去, 那么下面刚刚刚这句话, 非诸世间所能了知, 出世间法, 就是说, 这是出世间法, 但是一般世间人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了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彻底的明摆领悟或者觉悟的, 就叫做了, 了知, 世间人没有办法了知出世间的法, 是这么殊胜的, 所以他们都会打问号, 就说, 这是impossible的啦, 不可能的, 这是玄学, 这是小说, 这是故事, 这是预言, 这是假设命题, 就是说这样的, 有这么一个错节就产生, 就是说, 我选项不到的, 我就把它进入一个怀疑否定, 那么按照我们求知的来说, 求知的来说, 比如说, 那个Husso, 就是胡塞尔, 他常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纳入夸壶, 纳入夸壶什么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拿一个东西, 我怕它坏掉或者什么, 我把它放到冷冻库, 现在还不能吃, 多久以后, 拿来放到冰箱, 冷藏再拿出来吃, 所以说, 我现在不了解它, 我就把它纳入夸壶, 就是我们在数学不是有一种, 夸壶里面暂时不解, 先把外面解了, 最后来处理夸壶里面的事情吗, 那就是哲学的一个心态, 那庄子说呢, 就是说, 存而不论, 就是纳入夸壶, 空字怎么说呢, 多文却已, 我暂时把它不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以后再说, 说不定有一天, 最后你会解决, 就是这种, 就是说, 求知的话呢, 如果按照我们从学术, 从哲学来感, 你不了解的就把它纳入夸壶吧, 多文却宜吧, 从而不论吧, 所以你看古今都很多相通的一些, 一些概念, 这样就不会说很主观, 很多人说, 我没办法理解了, 我就把它否定, 马上就把它否定, 这不是一个求知的一个态度了, 那可以暂时纳入夸壶, 那么下面说, 此事菩萨善巧方便, 视线神像, 就这些东西, 所显现出来的, 都是菩萨善巧方便, 从我们从前面的, 从第一品, 尤其前面那些, 什么世主妙言品, 那个所谓的菊果圈乐生兴奋, 那个兴如来献像品, 什么普贤三维品, 都是属于这种, 我们都是心向往直, 那个境界是一个果地的境界, 像极乐世界也是果地, 某个地, 某个境界, 那么这个境界, 怎么去理解它, 像这个礼拜二, 就是华盆大学, 他们就有一个, 有一些, 写一个论文, 论文写出来, 那么有的写净土宗, 那净土宗就说, 啊,净土很殊胜, 如何如何如何, 啊,净土还有, 这个, 跟发菩提心, 写了半天, 净土里面的发菩提心, 有没有净土里面发菩提心, 它有啊, 无量寿均里面有一条啊, 有发菩提心啊, 还有千金行者啊, 还有修处十善啊, 孝顺父母啊, 什么什么, 啊, 等等, 明明写了发菩提心, 可是他的论文写发菩提心, 可是这三个字怎么没有出现, 他题目很好, 就是说, 有关他发菩提心, 然后以, 嗯, 金主三金为主, 就是说他的题目, OK, 就是你的题目不会太大, 太大了, 没办法下手, 你的题目锁定了, 但题目中明明里面说发菩提心, 没有, 还有, 还有的, 就是说发菩提心这几个字, 出现在三金里面是有, 必须把它拿出来, 还有一个, 法杖比丘发48愿, 那个就是菩提心跟大悲心, 他都是为众生着想的, 而且那里面非常善巧, 讲个半天, 就是说, 发菩提心一个是明说的, 法杖比丘发的那个是, 那个就是菩提心, 他没有说, 法杖比丘发大菩提心, 曰, 发大慈悲曰, 没有讲这个话, 但是那里面就是, 没有大悲心, 没有菩提心, 怎么会讲得出来呢, 当还有智慧啊, 没有智慧, 怎么样是能设出这么善巧的呢, 那是没有文字的文字, 很多人读书就不会想到这个地方了, 对于48愿是净土, 这个过去的法杖比丘, 还没成阿弥陀佛之前, 他的因地所发的愿嘛, 对吧, 这就是一个, 有的人就脑袋就不会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提到, 他说, 雀诺, 有些呢, 有一些, 这些学术的, 一些学者, 出家在家都有, 说净土是雀诺众, 为雀诺众生所设计的, 雀诺, 那我问他, 这句话对不对, 他的, 有此一说, 他的, keep silent, 点点了, 说不出所以然, 那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华严君, 这个就绕了很多圈, 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 一个是什么, 黄炎君里面有十大愿王, 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 最后倒归极乐啊, 这是劝诺众生吗, 还有, 在无量周年, 特别举出, 那么多大菩萨里面, 其中一个代表性人物是谁, 就是普贤菩萨, 可见金跟金是相应的, 对不对, 普贤菩萨是代表性人物, 他的所作所为, 就代替了所有菩萨发, 就像我们华严君也说, 普贤菩萨是代表性的, 所有这些诸佛菩萨, 他是一个代表性人物, 这个的话, 他没有说出来, 我们不能怪他, 因为不一定看过华严君啊, 这当然说, 如果是指导老师的话, 可以提醒他吗, 像这种, 就比较不去探索这个部分了, 这个虽说, 这个就是我们说博尔能源, 就是博尔是各种, 我都去, 但是他其中有一个道理, 可以相通的, 而且还有你看, 有三品嘛, 上品, 有九品网生嘛, 对不对, 上品网生是比较high class的, 那还有罗, 还有这个夏品生的呢, 十念网生, 十八院里面有十念网生呢, 再加上弥陀经里面是, 一心不乱啊, 临终时, 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临终时念, 这是最低的标准, 即使我平常都犯了戒, 古尼舌, 这一刹我, 我杀牛, 做屠夫, 这一刹挪, 所以说, 都有什么样, 寒色的代理, 简单一化, 三根不被, 所以你说, 确度中生就是专对这一种的, 这叫做单一命题, 我们就叫做全程命题, 上根, 中根, 下根, 这些这样, 这全程命题都有啊, 净土的事情就是, 你多高的, 多低的, 都可以怎么样, 都含着在里头, 这不是我说, 是经典里面的, 对不对, 我相信我这样说, 这是不是经典是这样说的, 我们根据的是经典啊, 有一分证据说一份话, 根据经典说的嘛, 所以你们那些学者, 不管你有多好的名, 现在有多好的名, 不管是出家在家人, 我们依法不依人啊, 这就叫依法不依人, 还有一个是依义不依语, 语没有说发菩提心干什么, 但是他所作所为, 就是发菩提心大悲心啊, 这个一般, 所以读书易懂, 是有文字的地方, 有的是没有文字的地方, 其实他有这个精神, 所以我们这里面常常提到, 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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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大悲心, 大悲心, 这是常常提到的, 是这样的, 这是这个, 当然我们学术论文也好, 学佛也好, 很多人脑袋要经过不断的, 不断的刺激, 不断的训练, 来思考一些问题, 好, 现在我们继续看后面最后一行, 佛子此菩萨做如是念, 一切众生无尽违信, 所以前面的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这些文字其实念过去也就念过去了, 它前面有什么, 就是说我这样去解读它, 当然我们注解有的是根据古德, 那有的解读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去领悟它, 是因为怎么样, 受过那些, 比如说唐宗八大家, 我们以前读唐宗八大家, 那老师也好, 什么什么也好, 就是告诉我们, 说这句话如何如何, 那句话前后造语如何如何, 这里面就是说, 用翻译来讲是最表面的, 翻译是最表面的, 那是第一层功夫, 文字是第一层功夫, 但是古字里头它为什么这样子, 那个排序, 就是言之有序, 为什么这样排序, 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这样说, 前后之间, 前面这样, 后面这样, 前面说三线形, 三个字, 后面再说, 清净的生与意, 那么清净的生与意, 所以后面, 能知三业皆无所有, 就把前面生与意, 一句涵盖, 我有希望干什么, 要如何如何, 后来又想到助于正位, 又讲到法性, 又讲到涅槃, 那这些名词的意义在哪里, 彼此之间的相关是什么, 刚刚大概都介绍, 它要怎么样的方式, 里面的一些的, 更细腻的一些成者, 那我们再重新体会, 有很复杂的意识, 可以把它浓缩, 它的基本精神, 就是那个意思, 千变万化, 好, 就是这边, 此菩萨座如是念, 一切众生无性为心, 一切诸法无为为心, 一切国土无相为相, 一切善事唯有言说, 一切言说于诸法中无有一处, 一切诸法于言说中亦无一处。 那么到这里, 菩萨座如是念, 只这样去想, 如是念就是菩萨这样去领悟, 全面那一大段话所说的, 再把它总结为一个概念, 就是一切众生无性为心, 一切诸法无为为心, 各位看看这里, 众生是友情, 诸法是无情, 你看, 无性为心, 无为为心, 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啊, 那么众生跟诸法的关系是什么, 跟国土的关系是什么, 这是一报正报嘛, 这边都是空性的嘛, 都是相通的, 有情无情都是相通的, 国土是一报啊, 一切三世未有言说, 三世就是这讲的过去现在未来, 时间都是如此, 三世中只是言说, 所以在此地呢, 我们可以了解, 刚刚说的众生, 有情无情, 其实都是相通的, 那原教来讲都是相通的, 一报跟正报无相为相, 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出禅宗的第一个公案, 伯格·摩克迦瑟, 他讲了, 我有什么, 怎么样, 什么呢, 正法眼障, 对不对, 对不对, 涅槃妙心, 实相无相, 唯妙法门, 对不对, 直指人心, 建行成果, 所以呢, 这里就是无相为相啊, 实相无相, 无相之相, 都是实相出来的, 还是离不开, 真如法性也好, 涅槃也好, 都是实相, 这边所提的吧, 前面的, 你所有所说的东西, 诸法也好, 众生也好, 国土也好, 都是一样的, 后面说, 一切三世唯有言说, 一切言说, 于诸法中无有一处, 一切诸法于言说中, 亦无一处, 这其实都是说明, 信空, 信空, 就是不可执取, 下面, 菩萨如是解一切法皆须甚真, 一切世间皆须即灭, 一切佛法无所争议, 佛法不义世间法, 世间法不义佛法, 佛法世间法, 无有杂乱, 亦无差别, 了知法界体性平等, 普入三世, 这段话非常重要, 那么刚刚呢, 此菩萨做如是念, 这个念就把前面那一大段, 把有情无情, 一报正报, 三世都含塞在里头了, 可以说, in other words, 就换一句话说, 把它浓缩在这句话里头, 那么下面呢, 就是再去引申了, 他说菩萨如是解一切法, 皆须甚深, 这是一个形容词, 很深, 一切世间都是极尽的, 一切佛法无所争议, 就是一切佛法就是这样, 不能争不能减, 法尔如是本质俱如, 佛法不义世间法, 世间法不义佛法, 佛法世间法, 无有杂乱, 亦无差别, 了知法界体性平等, 普入三世, 这几句话里面, 好像有点矛盾, 如果说什么叫做世间法, 答案就是, 世间法就不是出世法, 什么叫做出世法, 出世法就是不同于世间法, 那么这就是一个, 这个哲学的基本命, 基本概念嘛, 同一性, 矛盾率, 跟排中率嘛, 对吧, 所谓的, 同一率就是A等于A嘛, 非A等于非A嘛, 就是同一率嘛, 矛盾率是A不能同时等于非A, 排中率就是A or非A, 一的or, 不是这个对, 就是那个对, 一般的概念嘛, 但是呢, 佛法跟世间法, 就等于A跟非A的关系一样, 可是我们可以说, 也是元起跟星空, 元起就不是星空, 星空就不是元起, 照理说是这样, 元起是有了, 星空就是没有啊,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一般说, 真替, 所以要解释说, 真替叫做信空, 俗替叫做元起, 元起不爱信空, 星空不爱元起, 是同时存在的, 是真曙不二, 因为元起, 所以你看, 因为元起, 因为是因缘, 暂时假有, 而起条件而有的, 所以他是没有自信的, 是同时存在哦, 不是元面而信空, 这是一般的理解, 元面信空, 佛法讲, 所以中道义, 就是元起, 元起不法, 没有自信, 所以同时就是信空, 是佛法的中道义, 所以呢, 试验法就是元起法, 初试法就是信空, 这是二分的, 所以这变成一个是有, 一个是无, 可是呢, 按照中道义不是哦, 这个有是一个暂时假有, 所以他没自信, 因为他没有自信, 所以他会不障碍, 因为有, 就像说我不预设立场, 所以有任何可能, 我不预设立场, 就是类似空, 所以我有所有的可能, 这样也可以, 那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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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比较有弹性的, 如果非, 非书是假, 就是乙, 那就两边了嘛, 所以这个很奥妙的是说, 这两个东西刚好是我们凡复的盲点, 我们只说yes,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就是二分, 就是我们凡复都是边界盲点, 要么空, 要么有, 没有中立的, 所以呢, 元起信空的哲学是把我们这两个对立的一个实角, 把它怎么样, 打破, 所以刚刚他说了, 元起, 因为它是元起, 所以同时是信空, 没有自信, 因为镜子是信空, 所以它不障碍所有的像, 所有的像都是暂时假有的, 所以它是没有自信的, 对呢, 元界经里面有句话说, 空中的花, 有生有灭, 虚空不灭, 空中的花从哪来, 虚空, 不是从虚空来哦, 因为有虚空, 如果说, 是断灭的就是一片黑, 什么都没有, 连花都没有, 幻花都没有, 它是讲虚空不等于空花, 虚空不等于空花代表一切像, 虚空代表真如本性的像, 空性的像, 虚空不灭, 所以这很奥妙, 我们很不容易懂的, 在这个地方, 想破脑袋都在这个地方来, 搅来搅去, 没办法透进去, 这很奥妙的, 它打破我们凡夫的两边的执着, 到了佛地, 根本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因为他没有死角, 根本就说不成问题, 对我们来说是有问题的, 所以要必须用信解形成, 用教理来沟通我们的观念, 这是一个很大的, 需要突破的一个瓶颈, 讲起来很简单, 远连信空, 两句话就解决了, 所以这边就说, 佛法不义世间法, 世间法不义佛法, 好像有障碍, 也可以说金刚经面讲, 肉眼, 天眼, 慧眼, 法眼, 佛眼, 这五个眼, 就是肉眼, 就是我们一般人, 除了天道以外, 六道里面, 除了天道以外, 都是肉眼, 不管它狗啊猫啊, 鱼啊什么东西, 都是一样, 天眼呢, 它就可以超越我们的障碍, 隔墙, 也可以看见, 白天晚上都可以看见, 天眼, 其实都是缘起, 都是缘起法, 所以, 维持龙才说, 我们看水是水, 天人看琉璃, 恶鬼道看龙穴, 缘起嘛, 我是鱼我就觉得, 那是我的家, 我是恶鬼道我就看了, 这个是龙穴, 我是人看, 它就是水, 我是天人, 我看它流离, 这请问究竟是什么, 哪个是对的, 那投票嘛, 这投票没有用的, 不是说, 少数服从多数, 这不是投票的问题, 我摁是这样子, 这不能民主的, 所以呢, 这就是为事所限, 为心所限, 同样是水啊, 不是绝对客观的哦, 缘起嘛, 就是缘起, 没有自信, 水没有自信哦, 慧眼一看, 什么都没有, 可是他不知道, 你看是水, 他看是流离, 他看是龙穴, 他不知道, 他看见就是什么都没有, 这是慧眼, 下面的法言呢, 法言他可以知道, 但是不究竟不圆满, 佛言呢, 前面他全部都知道, 前面就是缘起法, 或者信空, 一个是贵眼是信空, 那么法言是信空缘起, 他不缘容, 佛言前面他全部都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佛言是怎么样, 所以讲来讲去还是缘起信空啊, 这四个字就解决了, 所以刚刚讲那么多的话, 那都是缘起嘛, 世间的东西啊, 三千六道就是世间啊, 慧眼是出世了, 最厚厚生意前前, 菩萨事件是在哪里修呢, 他了解缘起不爱信空, 信空不爱缘起, 世间法就是缘起法嘛, 出世法就是信空法嘛, 这两个不障碍啊, 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绝, 他懂就是实相无相嘛, 无相就是信空嘛, 无不相就是缘起嘛, 他完全了解啊, 他没有这个问题, 他没有这个死角, 我们有这个死角, 我们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不断欣喜, 不断的欣喜, 不断想今天想通一点, 懂了, 明天又迷糊了, 再后一天慢慢, 所以我们到实地菩萨, 还有实地藏啊, 都还有藏, 不断的欣喜, 好, 这边呢就是说, 佛法不一世间法, 所以后面才有什么呢, 才有那个, 请各位看, 我们的总表, 那个第三页里面, 有一个叫, 离世间品, 离世间品, 前面都是世间啊, 你看在哪里说的, 对不对, 在斗帅天啊, 夜谋天啊, 什么什么地方啊, 火光明电啊, 什么样说的, 后面离世间品啊, 离世间品就出世了, 最后他入法界品, 到了五十三餐啊, 五十三在哪里餐, 就在一般世间餐, 餐啊, 世间法跟出世法, 是没有障碍的, 有障碍, 我们是认为, 这是世间法, 那时候, 对那个出, 更高一层, 他是没有障碍, 障碍是, 众生有障碍, 所以此例就告诉我们, 佛法不义世间法, 世间法不义佛法, 那这样说起来, 那就是有点什么, 又会混淆啊, 不明确啊, 所以他后面有句话说, 佛法世间法, 无有杂乱, 看到没有, 他说, 虽然如此, 这两个也不可以, 迷迷糊糊, 浑浑等等, 那既然不分别的话, 假设就有人说了, 那我为什么要出世, 生死跟涅槃是一样, 我为什么要出生死, 正涅槃, 没有意义啊, 那就会产生这样的误解, 对不对, 所以他这句话, 马上顶, 顶真格一样, 顶着下面一句, 佛法世法, 无有杂乱, 后面又, 无有差别, 前面就是圆曲, 后面就是信空, 也没有差别啊, 因为都是空性的嘛, 十八空里面, 有位法世间法, 是空, 无位法也是空, 那有位法跟无位法有何差别呢, 是在空性的角度来看, 没有障害, 障害在什么, 在众生, 障害在众生, 所以这句话是说, 所以这边就是好像来翻来覆去, 好像在颠颠倒倒的, 把我们的脑袋搞得那个, 其实他在把我们刺激, 我们那个盲点把它打破, 了知法界体性平等, 读入三世, 法界体性是平等的, 三世间都是如此的, 所以说你看, 他怎样从前面说, 一切世间都是极经切佛法的, 无所争议, 佛法不依世间法, 世间法不依佛法, 然后后面马上就是, 怕我们会堕入两边之间, 做了一个balance调和, 到最后了知法界体性平等, 所以就是我们华言讲的, 航步不爱原用, 原用不爱航步了, 普入三世, 普入三世就是说, 这个道理过去现在未来都和, 都不会变, 所以呢, 我们既然慢慢读这个东西, 他很绵密, 他的逻辑非常绵密, 不是在给你两桶水搞来搞, 有人就说, 你金刚金两桶水搞来搞, 你搞来搞, 好多那些东西, 不是, 他很精密的, 尤其是不大金, 这么大的金很容易会什么, 你的思考会松懈掉, 不容易, 精神关照不住, 但是他都是互相关照, 互相相应, 一丝不苟, 一丝不乱, 非常绵密的, OK, 到这个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现在请看, 一百三十一页, 第五行, 下面的经文, 刚刚说到, 了知法界体性平等, 普入三思, 就是在讲这个法界, 他本身是一个总结了这一段, 是平等, 而且三思都是相应的, 后面那句话, 永不舍离大菩提心, 恒不退转化众生心, 转更增长大慈悲心, 与一切众生做所依处, 那么这一段, 就是, 有的时候他是归纳了前面, 比如刚刚说, 了知法界体性平等, 普入三思, 是, 刚刚, 这一小段的一个总结, 讲到法界, 因为华言心就是法界源起, 到了, 这一句话, 不舍离大慈悲心, 耳痕不退转化众生心, 转更增长大慈悲心, 就是把菩提心跟大悲心又, 寒色进来了, 那这一句话是把整部华言经的菩萨精神, 离不开菩提心跟大悲心, 是整部经的归结所在, 不舍离这个, 那么菩提心跟大悲心建立在什么上面呢? 就是众生, 离开众生, 众生等于说一个学校, 没有学生, 这怎么叫学校? 有校长不行啊, 有老师不行啊, 没有学生, 你在教谁呢? 众生就是学生啊, 还有他的校园, 请问他的校园是什么? 校园就是法界嘛, 法界是校园啊, 校长是毕卢尊那佛那佛陀的, 教园是谁, 就是这些菩萨, 学生是谁, 就是众生啊, 就包含了我们守持这个法门的, 都可以断层上一个众生之中, 所以呢, 他后面就是横不退转化众生心, 他的木, 他的木, 他的这个, 这些心, 他的对象, 一直到后面又说, 以一切众生作所移除, 我们三宝歌里面不是有真正归一, 是一切众生都是以这个来当作所移植的一个经典, 一个根据所在, 可以说这个, 搞一个段落了, 再下来, 菩萨耳识附作试念, 我不成熟众生, 谁当成熟, 我不调伏众生, 谁当调伏, 我不教化众生, 谁当教化, 我不觉悟众生, 谁当觉悟, 我不清净众生, 谁当清净, 使我所以, 我所应作, 这几句话, 都是, 对象都是众生, 就是说, 刚刚讲的, 学校, 他要教好的就是学生, 这是他的目的, 一个是成熟, 调伏, 教化, 觉悟, 清净, 那么, 对于众生要干什么呢? 就是这些, 刚刚讲那几个字, 一个, 光是一个觉悟, 不足以涵盖了, 所以有成熟, 调伏, 教化, 等等, 所以这里面就是从前面那个转化众生心到与一切众生作所一触, 对象就指到众生, 然后, 附作试念, 若我自解此圣生法, 唯我一人, 于阿罗多罗三秒三不提, 独得写托, 而诸众生, 盲民无智, 入大险道, 为诸烦恼之所残服, 如重病人, 横受苦痛, 处贪爱欲, 不能自服, 不离地与恶鬼畜生, 阎罗亡见, 不能灭苦不舍恶业, 常处痴暗不见真实, 轮回生死无得处理, 助于疤难众构所作, 种种烦恼复杖其心, 学见所谓不行正道。 那么这一段呢, 附作试念, 这个菩萨又说了一句话, 若我自解此圣身法, 为我一人, 于阿拉多罗三法三不及独得写托, 而诸众生, 盲民无智, 入大险道。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一段话其实就有, 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要直下承担。 如果我只是我一个人得到阿拉多罗三法三不及的话, 下面的话就是众生怎么办? 换句话说, 不是好像武厢小说, 武林盟主只有一个人了, 对不对? 不可能说两个武林盟主了, 一定只有一个人了, 那是排他的。 佛群事业不是, 不是我一个人得安乐, 得到涅槃, 得到处理生死, 处理烦恼, 六道轮回等等。 所以我不能放舍众生, 因为众生怎么样? 盲民无目入大险道, 众生是无名的, 值得安允, 他入险道, 他们都为众生烦恼残扶着, 他们都想生了很重病的人, 受很多的苦痛, 他们都是贪爱, 不能处理, 到地狱啦, 恶鬼啦, 畜生啦, 阎罗王界啦, 各位不要忘记哦, 阎罗王他也是众生之一啊, 他也在轮回中哦, 不要以为阎罗王他是逍遥自在的, 不是, 阎罗王也有任其, 只是不是民选的, 那是业里, 譬如说, 有人说民国时代张太炎, 就是这种人很正直的人, 被选作, 你要当阎罗, 多少多少年, 他有任期的, 但是不是说选举, 他是有上面派, 派定你的姻缘, 你有条件, 而当阎网, 所以, 阎网是有任期, 就是说我们土地鬼神都有任期哦, 福德神都是有任期的, 每个都有任期, 都有任期我们不知道了, 宪法没有规定了, 那是名律, 就是天地间有一种, 自然他有多久任期, 因为他的寿命很长嘛, 多少年, 不一定, 好, 下面说, 不能灭苦不舍恶业, 常处痴暗, 不见真实, 不了解真实的象状, 轮回生死, 无德处理, 助于八难, 八难大家都晓得, 什么佛前佛后了, 三途, 三途也都是属于八难的, 至于还有四字变冲, 四字变冲就是我认为我很聪明, 我比佛都聪明, 就是四字变冲, 都是属于八难的, 为什么盲龙阴雅也是呢, 因为以前盲人听不到啊, 也看不到啊, 他怎么能够学佛呢, 没有这个因缘嘛, 如果现在说, 现在科学的发达, 可以让他有机缘, 用什么方法, 那当然, 那就有些例外了, 中共所作, 那我们算是佛前佛后的, 佛前佛后, 但是呢, 还是有机缘能够听闻到, 这个殊胜之法, 那还是, 这个, 稀有难得的, 种种烦恼附障其行, 邪见所谜, 不行正报, 这当然是指了三世纪六道一切众生, 在里面, 就是此地呢, 说明的是菩萨所想的, 为什么发菩提心, 为什么发大悲心, 原因是什么, 那就是不忍众生苦了, 不忍庶民苦了, 不忍, 要知天下苦人多了, 这个意思了, 这种心, 其实, 我们看, 姚春以他文武中宫来的那些, 王道思想, 几乎都是建立在, 民为贵, 设计次之, 均为亲, 就是这样子嘛, 我们传统的文化就是这么, 民为贵, 为什么民为贵, 不是均为贵哦, 法家思想是均为贵, 设计次之, 民为亲, 法家思想是这样, 这样, 民主思想当时以民为主, 它是到后来都是变成财产, 很多辫子的, 我们不去谈, 那么下面说, 菩萨如是观诸众生, 做事念言, 若此众生, 未成熟, 未调伏, 舍而取证,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事所不应, 我当先化众生, 予不可说, 不可说, 皆行菩萨行, 未成熟者先令成熟, 未调伏者先令, 这就是菩萨的发行, 所以一般人对于佛法的很多误解, 误解认为说, 你们都是讲空, 空就什么都不要了, 对不对, 这里没有啊, 这里就是说, 念之在之都是众生啊, 并没有不要, 如果说小成人, 他确实, 他至少可以说, 他暂时不要, 有的比如说他闭关, 闭关是暂时, 说不定有一天要出关呢, 闭关只是暂时, 好像到学校去读书一样的, 读完书还要出来呢, 他只是暂时的, 那是不一样的, 是菩萨诸此行识, 诸天魔, 犯沙门婆罗门, 一切世间, 前达陀, 马修罗等, 若有得见, 赞同诸此, 恭敬尊重, 尘世供养, 即赞耳闻, 一经兴者, 如是所作, 西不堂权, 必定当成阿罗陀佛神菩提, 是名菩萨摩河沙, 第六善行, 最后这句话是个总结, 这样的菩萨, 是天龙八部, 护持的, 好像在一起, 天龙八部, 他还是反复, 一般还是反复, 除非视线的, 一般还是反复, 还是有轮回, 但是他常常有, 说是大天王, 不是在, 护持佛法, 恭敬尊重, 尘世供养, 即赞耳闻, 一经兴者, 如是所作, 西不堂权, 世间的这些, 包含诸天魔犯沙门, 佛罗门等等, 不管他的外道, 还是什么, 他如果, 在耳闻一经心的, 就是我听过这个道理, 一粒耳根, 我们有句话说, 一粒耳根, 永违道种, 就是说, 这个, 这个你啊, 这个种子随便一撒, 好像没有, 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 能够发芽, 这个种子会发芽, 或者一直长大, 结果的, 必定当成阿罗多罗三秒三五体, 还是有, 就是, 有这个因缘, 有这个机会的, 而我们相信, 无始节来也常常有这个因缘, 才会有这个听闻这种的经论, 请看一百三十二页, 实行品第二十一之下, 无所行, 脖子何等为菩萨摩赫萨, 无所行, 这个呢, 属于方等, 方便品, 方便品, 那么, 佛子此菩萨以无着心, 于念念中, 能入阿生起世界, 严禁阿生起世界, 于诸世间, 心无所着, 往易阿生起诸, 如来所。 下面到第五行, 下面, 心无所着, 于念念中, 见无复佛, 于诸佛所, 心无所着, 于诸佛萨, 易无所着, 于佛向好, 易无所着, 见佛光明, 听佛说法, 易无所着, 于十方世界, 吉佛菩萨, 所有众慧, 易无所着, 听佛法, 以心生欢喜, 智力广大, 能圣, 能行, 诸菩萨行, 然于佛法, 易无所着。 这边呢, 我们从前面到这边呢, 就是我在把, 刚刚谈到的是什么, 是菩提心, 大悲心, 对不对, 刚刚那一段的结束是谈到菩提心跟大悲心, 后面就谈到菩萨行中都是众生, 那这个就是菩提心跟大悲心的显现, 离不开这个原则, 那么所以我常常举出那么一句话, 希望各位能够顺便把它记下来, 就是大日如来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的, 就是菩提心为因, 大悲为根, 方便为究竟, 就是把菩提心, 大悲心跟方便, 这个地方是属于什么呢? 无所行事方便, 我们看到, 以前谈到了, 这个六波罗蜜到了禅定般若后面就是方便, 方便包含了, 不识持见忍入三波罗蜜之助办, 这方便法门, 方便法门就是权智, 权巧的智慧, 权巧的智慧, 那么这是方便品啊, 方便品就是善巧方便, 怎么能够达到无所行呢? 那必须要各种权巧方便的方式, 权巧方便注意到, 权巧方便一定要跟缘起有关系, 跟缘起有关系, 缘起其实, 因为, 实质来讲是空性的智慧, 权至来说是权巧方便的智慧, 一个是性空的, 一个是缘起法的, 如果只有实质, 没有权至, 没有办法动啊, 实质是体啊, 权巧用, 像跟用是一体起的用, 这两个要相配合, 才能达到方便为究竟, 因为有这些缘起善巧的方便, 才能究竟圆满佛制, 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大日如来经那句话呢, 是非常要紧的一段话, 所有的大神经都不会为理这个原则, 那后面呢, 就说什么叫做无着行, 无着就是无执着, 对不对, 它下面就是说, 念念中, 念念中就是, 有一句话叫等无奸缘, 对不对, 等无奸缘就是说, 不能一时伪迪的, 违背初心, RNG的, 不断的, RNG的, 那么, 能入阿生奇世界, 就是, 它的, 就刚刚说的, 它的校园是什么, 就是阿生奇世界, 阿生奇, 阿生奇是无样数的意思, 三大阿生奇, 三大的无央数, 就是, 无量无边的世界, 那后面就是, 这个, 这个, 于诸世界, 心无所着, 网易阿生奇, 诸如来所, 各个不同的佛的世界, 比如说, 我们谈到, 这个三千大千是, 一佛化图, 说一佛化图是什么, 就是, 一尊佛所教化的世界, 那么就, 这边说的是, 无量佛所教化的世界了, 所以, 后面就是, 谈到, 于诸佛上, 就是, 每一个佛上, 好像说每个学校的校长, 亦无所着, 没有执着, 于佛向好, 亦无所着, 并不着佛的, 为了这个, 见佛光明, 听佛说法, 亦无所着, 于十方世界, 及佛菩萨所有众会, 亦无所着, 花园就是十方世界, 还有, 及佛菩萨所有的众会, 听佛, 法与心生欢喜, 智力广大, 能设能行, 诸菩萨行, 然于佛法, 亦无所着。 所以这里面谈到时间空间, 谈到了诸菩萨, 就是法界了, 然后后面, 此菩萨于不可说解, 见不可说的佛, 初心于世, 依依佛所, 城市供养, 所以我们上次说, 法有正相莫灭, 对不对,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又说五百年, 末法一万年, 灭法, 正相莫灭, 就是法运有正相莫灭, 可是佛法没有正相莫灭, 此方之间没有比方, 就像说, 我们这边旱灾, 别的地方, 说不定是水灾呢, 还有地方也没有水, 也没有旱, 刚好, OK呀, 所以只是说, 灭法, 末法, 这所谓的法运有正相莫灭, 佛法没有正相莫灭, 此方没有, 比方还有, 华言讲的是十法世界, 好, 现在看到下面一段, 再下面一段, 菩萨如是深入法界, 教法众生, 而于众生不生执着, 受此诸法, 而于诸法不生执着, 发菩提心助于佛性, 而于佛助不生执着, 又提到发菩提心, 虽有言说, 而于言说, 心无所拙, 那么, 言说前面也提到了, 这个言说是不可说, 那么谈到, 言说不可说的时候, 是, 言说是有限的, 这个法性的内涵是无限的, 你怎么可能用有限的文词, 形容描述无限的境界, 是不可能的, 当然就说, 不可说不可思议, 还有的境界是,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所以不可说不可思议, 还有的说, 所说的是有限, 那无限的要令众生自觉自悟, 不可说尽, 所以上次我在华文大学, 在课堂里面有个同学问, 佛法有的, 这个佛没有说的怎么办, 为佛担忧啊, 那我就说了, 有一句话说, 佛经里面呢, 佛所说法如早上, 指甲上的灰尘, 没有说法如大地土, 不可能说尽的, 不可能说尽的, 而且还有, 不必要说尽, 假设, 我们个假设命题啊, 假设说尽的话, 我们众生就是什么呀, 永远是, 永恒的, 就是笨笨的, 因为你全部说光了, 所以学经里面说, 就是学经里面有句话说, 他虽然说了, 但是他不说尽, 教, 有的地方他不说尽, 为什么? 他不说尽的地方, 让你自己去体会, 去领悟那个无限的境界, 所以他不必说尽, 不能说尽, 也不必说尽, 所以学经刚刚那句话说, 开而佛达, 开就是说, 让你开一扇门, 你自己走进去, 师父领进一门, 修行带个人, 所以他不能带你开, 不能带你吃饭, 不能带你消化, 不能带你吸收, 不能, 好像父母不能带你吃饭睡觉, 不能带你长大, 你要自己长大, 自己吃饭, 自己睡觉, 所以呢, 这里面有很多种意思,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依法不依人, 依依不依, 有那个是依法, 依之于不依, 依疗依不依不疗依呢, 依是无限的, 言语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依据的就是三法印, 一法印嘛, 你不违反这个原则, OK啦, 不必说进, 不能说进, 也不必说进, 这样的去礼物他, 就是说不必为佛担心啦, 要为谁担心, 要为自己担心, 对不对, 佛说我们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礼物呢, 在此, 所以此地说, 虽有言说, 而因言说, 心无所拙, 不要说, 哎呀, 我讲得很棒, 我说得怎么样, 如何如何, 你如果有所拙, 你就被这个卡住了, 入众生居, 于众生居心, 无所拙, 了知, 三昧能入能住, 而于三昧心, 无所住, 广义无量诸佛国土, 若入若见, 若于中住, 而于佛心, 心无所拙, 舍去之时, 亦无故念, 就好像说, 我们前面讲了, 四禅八定, 不着欲界定, 就到色界定, 不着色界定, 就无色间, 不着无色就出三界, 不着出三界到二禅, 不着二禅到三禅, 不着三禅到四禅, 就不断地进步, 一着, 就停在这里, 就不进步了, 不能站住, 所以我们手机里面, 可以换好多像, 它像有个团团卡住了, 那就当机了嘛, 我们电脑也是这样, 当机这不能动了, 它不当机就是, 我可以换画片, 画面什么都可以一直换, 万用, 你怎么用, 它也不会穷尽啊, 可是一卡住就完了, 就当机了, 就受斗了, 就不行了, 所以它后面说, 若入若见若于中住, 而于佛徒心无所作, 舍去之时, 亦无顾念, 就是说, 这方面也很有意思哦, 你舍去的时候, 你不要只, 哇, 我很高明, 我把它舍掉了, 我很清高, 连舍去也舍去, 连不执着也不执着, 这很奥妙的, 所以这句话讲得很好啊, 什么话, 什么意思呢, 舍去之时, 亦无顾念, 舍去就舍去, 为什么无顾念, 就是说, 我可能会执着, 我舍掉那些东西, 又取了一个执着, 法执, 下面, 菩萨摩克萨, 以能如是无所作固, 于佛法中心无障碍, 所以, 六祖那句话, 因无所作而生间心, 其实已经涵盖所有的, 佛法在里头了, 它就是一己一切了, 好, 下面, 从刚刚的最后一行, 一百三十二, 菩萨摩克萨, 以能如是无所作固, 你看, 就无着形, 意思是它的关键词, 就是这无所作, 这三个字, 关键词, 于佛法中心无障碍, 了佛菩提正法疲离, 助佛正教, 疲离就是戒了, 修菩萨行, 助菩萨行, 思为菩萨泄脱之法, 于菩萨助, 助心无所然, 菩萨所助, 前面说要助, 就是说, 这些东西你要去安住在此地, 但是这个安住不是你要执着, 你没有所然, 于菩萨所行, 义无所作, 进菩萨道受菩萨记, 得受记, 以作如是年, 凡夫愚痴, 无知无见无性, 无解无免免兴行, 完淫贪着, 流转生死, 完淫贪着, 就是闽完不灵的人, 不求见佛, 不随名教, 不信条语, 迷雾诗道, 入于显道, 不尽时亡力, 不知菩萨恩, 炼着, 助出, 闻诸法空, 心大经部, 远离正法, 助于学法, 舍遗坛道, 入险难道, 弃备佛义, 随着魔义, 于诸有宗, 坚持不舍, 菩萨如是观诸众生, 增长大悲, 生诸善根而无所作, 这一大段就在说明, 众生无知, 而菩萨在其中, 你要不是有一种鄙视的心, 凡夫就是说, 我鄙视你们这些人, 菩萨就是说, 哀悯, 所以孔子也就是说, 对于这些, 都是用哀悯之心, 再接下来, 菩萨耳师傅作识念, 果当为一众生, 于十方世界, 一国度, 听不可作不可作, 结束, 教化成熟, 如为一众生, 为一切众生, 皆一如是, 终不以此, 而神疲艳, 舍而渔去, 又以矛端片量法界, 以矛端处境不可作结, 教化调伏一切众生, 那么, 下面, 这一段的最后, 不作生, 不作法, 不作念, 不作愿, 不作三昧, 不作观察, 不作静定, 境界, 不作教化, 调伏中生, 谈妥不作, 入于法界, 我们刚刚提到, 菩萨以哀明心, 所以孔子有说, 如得其情, 则哀经而勿喜,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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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是, 季晓南的《悠悦草堂》笔记, 还是, 聊赞里面看了一段话, 有一位做官的, 判这个犯人, 都非常拿那个金堂木, 啪, 你犯什么罪, 什么, 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对女师如何如何, 把他骂了, 结果旁边呢, 有一个他的, 就等于说, 好像包青天旁边两个, 王朝马汉, 威吾那些, 就好像说, 有点说, 大人你不要这样, 生气如何如何, 那这个大人就说了, 他这个, 这种解释, 天诛地灭, 不由得不弃, 讲了这样, 不像是正义的, 结果呢, 那个旁边的那位, 不晓得姓王还是姓马, 王朝马汉嘛, 他说, 大人, 孔老夫子不是说吗, 如得其请, 则哀今而勿习, 就是说, 你能得到这个犯人的, 真实犯罪的那个实情, 你要用一种哀鸣的心来同情他, 你是父母官, 不是说要称人欲好好的, 要处罚他, 如何如何, 这大人为之忌, 颜色为之大忌, 他究竟是读书人, 他一听, 对了, 我忘记了, 但是我这个正义感在这边, 我就忘记一切了, 马上他就维持纪元, 这样, 所以呢,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种人情, 很高的一种, 这种, 哲学, 很高的一个哲学, 佛法讲的, 类似这个意思, 所以, 孔夫子讲的, 也是类似这个意思, 在这里, 好, 所以这一大段, 对于众生, 就是菩萨的, 面对众生, 他的一种心态, 是这种, 下面再看, 何以故呢, 菩萨做诗念, 我应观一切法界如幻, 诸佛如影, 菩萨行如梦, 佛说法如相, 一切世间如画, 夜报所持故, 差别生如幻, 行力所起故, 一切众生如心, 种种杂染故, 一切法如实际, 不可辨议, 又做诗念, 我当尽虚空骗法界于, 十方国土宗, 行屠杀行念念, 明达一切佛法, 正念现前, 无所取卓, 这一大段话, 那么刚刚我们看到那一大段话里面, 他说不执着, 但是不执着呢, 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呢, 变成说, 哎呀, 我对这个众生我都不执着了, 就是说, 是不理这些众生了, 所以前面那句话是说, 对于众生你不能放舍他, 你也不能够用一种鄙视的心, 你还是用一种悲心来对众生, 是这一段话的, 前面那段话的意思, 这一段话是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说, 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为什么他讲这段话? 好像你佛话讲来讲去都是那一套嘛, No, 如果你去看那个门道的话, 不是哦, 因为金刚经不是有句话, 我们都很熟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抛影, 如露一炉殿, 印度卢士观嘛, 一切法不是如梦幻抛影的, 你那么认真干嘛呢? 就是, 就变成这个意思了, 有人就说, 就是, 我们对佛法的了解, 往往都有偏差的, 对, 刚刚那个假设就是说, 就像我以前举例的说, 某某学校, 我们认识的一些学朋友, 其实他们都很老实, 所以我们现在去, 你进去是讲师, 以前就讲师, 然后升副教授, 升教授, 现在就是, 你是博士, 出来就是要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要升副教授, 副教授升教授, 然后呢, 你有机会, 你可能会做到, 继组任或者等等的, 可是有的学佛人怎么样, 我进去以后, 我也不想升等, 我也不干什么, 我也不做硕士, 你要找我行政, 我也不干, 我也不升等, 我就是这样, 一直到老死, 我就是这样, 我都安平乐道, 不执着, 那你一看, 哇, 你们学佛人都是这样很消极, 什么都不知道, 我要你们这些人干嘛, 我们现在要评鉴呢, 要考核, 你不升等, 说起来是看看, 说另外一个就是不长进啊, 所以呢, 也会产生很多误解啊, 确实啊, 我很清高啊, 我不执着, 那公民富贵, 我已经看开了耶, 所以呢, 这就是, 又起了一些执着, 同样哦, 所以说前面说, 这里面就说, 一切都是虚妄的, 我为什么那么认真干什么, 对不对, 都是虚妄的嘛, 所以子弟说, 一切法虽然是虚妄的, 这一切法, 种种, 你看, 一切世间, 众生如心, 种种杂染过, 一切法如实际, 不可辨异过, 又多时间, 我当尽虚妄于一切行菩萨行, 念念明达一切法法, 正念现前, 无所取作, 还是要认真, 不障碍缘形, 你是什么身份地位, 你必须要怎么样, 尽忠职守, 敬阅要紧, 我还是要尽忠职守啊, 我这个戏, 我都不好好的认真, 有的是只, 现在我们在学界里面会讲, 一种是教学, 以教学为主, 我的学校以教学为主, 我的学生, 教学生你怎么样, 一个就是说, 我要学术, 我升等, 最重要是这个, 我慢慢升到教授, 学生教学怎么样, 没关系了, 那个是评价, 不评价这个部分, 所以说, 他就会变成说, 我以学术研究为主, 教学我搁在一旁, 我随便到厕堂诡认, 这也会变成这样啊, 所以这是两个, 当然有时, 我们以教学为主, 以学术研究为主, 还是以学术研究为主, 还是以教学为主, 还是两个都重视, 我一面要充实我自己, 跟我的教学可以相辅相成, 教学向上, 这是我们在教育界, 两大目标, 菩萨事业是两个要注意啊, 一个是要我要从事自己, 一个是我要把教学叫好, 这应该是如此的, 但是有人说, 自私的就是说, 我只要把这个, 另外一种, 我就, 这就会不能兼顾了, 不管, 我们是以教学为主, 还是以什么, 这两个都是要兼顾的, 一理是如此的, 所以此地呢, 就是菩萨事业, 他不会说, 所以有句话叫做, 梦中做佛事, 意思就是说, 虽然是人生如梦啊, 我还是要守本分, 如理如法的, 来实践修行, 一师不苟, 不能说, 哎呀都是, 虚话呢, 我就庆赛, 我是随便, 鬼混, 混日子, 这个也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我们常说, 允许不爱信空, 信空不爱允许, 不能够, 允许是我的责任, 我还是要, 敬业的精神, 还是要怂的, 所以这些话呢, 我们也很熟悉啊, 那他为什么提出, 法界如幻啊, 诸佛如影啊, 是不是, 一切是有为法, 如梦幻拋影啊, 我这么认真干嘛, 所以你看, 他每句话头, 每一段都有他的一个阻止, 有他的意思, 这个就叫什么, 博学审问, 为什么写这一段, 写这段冲上, 干什么, 有什么意义吗, 就这个意思啊, 好, 下面我们看, 菩萨如是观生无我, 见佛无碍, 威化众生, 演说诸法, 另于佛法, 发生无量欢喜, 尽兴, 救护一切, 心无匹验, 无匹验故, 于一切世界, 有众生未成熟, 未调福, 习意与笔, 方便化度, 其中众生, 种种阴生, 种种诸业, 一直到后面, 种种生, 种种末, 以大事愿, 安住其中而叫华之, 不令其心, 有动有退, 亦不, 亦念生染若想, 何以故, 得无所着, 无所依故, 自立立他, 清静满足, 这是这一段的结语, 那么结语在说什么呢? 就是说, 菩萨如是观生无我, 谁在实行佛法, 无人相, 无我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我实践的时候是, 没有人我是众生受者, 没有一个主体, 是空性的, 虽然我在做, 我不着, 仍我众生受者相, 而, 见佛无爱, 为化众生, 验说诸法, 令于佛法, 发生无量欢喜其境, 一个是对众生, 一个是对于法, 一个是我们, 一切没有批验, 一直到最后面, 不令其心, 有动有退, 亦不亦念, 生染着想, 是这个态度, 所以这个是总结了, 我实现的时候, 我不要忘记这个, 这个才叫做, 无所住, 无所依, 那么这种的形式什么, 自立立他, 清净满足, 其实也是自立, 教学向上好像在教, 也在学, 好像在学, 也在教, 自立也在立他, 立他跟自立, 清净满足, 是这样, 自他两立, 不是菩萨光, 是菩萨在牺牲, 菩萨是在自觉觉他的, 所以呢, 他的结论里面, 又有一些新的观念寒谈, 寒色在里面, 所以呢, 这个总结, 就是把前面的话呢, 可以说前面都是说明, 虽然是幻化如幻, 好像是空性的, 如何如何, 我还是非常认真的, 不执着的, 来完成我的佛心菩萨实验, 这就是这一段的无拙行, 那么就是, 就所谓的方便的, 这一个菩萨蜜, 好, 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请看一百三十事页, 难得行, 或是何等为菩萨摩和沙难得行, 下面说, 体即是愿, 就是上求下化, 下面, 方便愿力是这个愿, 此菩萨成就难得善根, 难辅善根, 罪胜善根, 不可坏善根, 无能过善根, 不失意善根, 无尽善根, 自在利善根, 大威德善根, 与一切佛同一性善根, 最后, 就是跟一切诸佛相同, 现在跳过两段, 第三段, 是菩萨安住此, 以难得行语, 于念念中, 能转阿生起结生死, 而不舍菩萨大愿, 若有众生成事供养, 乃至见闻, 皆得阿罗多罗三菩提, 得不退转, 最后一段, 就是这一页道书第四行, 是菩萨虽了众生非有, 而不舍一切众生戒, 比如传时, 不住此岸, 不住彼岸, 不住中流, 而能运渡此岸众生, 至于彼岸, 以往返无休一步, 菩萨摩克萨亦复如始, 不住生死不住涅槃, 亦复不住生死中流, 而能运渡此岸众生, 至于彼岸, 安稳无畏无忧恼处, 亦不于众生数而有所多, 不舍一众生, 着多众生, 不舍多众生, 着亦众生, 不争众生戒, 不减众生戒, 不生众生戒, 不灭众生戒, 不敬众生戒, 不长众生戒, 不分别众生戒, 不二众生戒, 那么这一段, 他的一个逻辑, 举了个例子, 此菩萨虽了众生非有, 而不舍一切众生戒, 这是一个首先的第一句, 即使众生是希望的, 但不舍一切众生, 那这话怎么说呢? 他说, 譬如传师, 不住此岸, 不住彼岸, 不住中流, 而能运渡此众生, 后面也有, 不住生死, 不住灭伴, 亦复不住生死中流, 而能运渡此岸众生, 至于彼岸, 那么这就是一句话了,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那么这个, 当然有人就会说了, 菩萨就是要住在涅槃中, 要到彼岸, 你这边, 不在这里, 不在那边, 那你要在哪里呢? 不住此岸, 不住彼岸, 而不住中流, 这里也会产生一个矛盾, 要么住生死, 要么住涅槃, 这是两边, 那么这两边, 我们前面也提过了, 生死, 涅槃是一个对立的, 那么一般来说, 在天台, 葬通别缘, 葬教就是生死跟涅槃, 我们众生就是要离开生死, 珍珠涅槃, 当然是小城的涅槃了, 这是没话讲的, 那么大臣就是通教, 从生死到涅槃中, 不着我像, 不着法像, 到了别教就是我要住在生死中流, 空甲中, 我既不是此, 也不是彼, 我是一个中, 这个中就是说, 我抽离生死涅槃有一个中, 这个天台叫做淡中, 我们以前都提过, 淡中的意思就是说, 这两个我都不沾, 我是抽离的, 我是抽离的, 是抽离的, 但是你抽离的呢, 你就执着中, 比如说在老子说的, 叫何光同臣嘛, 何光同臣就是说, 我在世俗之间, 我不离开世俗, 但我不被世俗所沾染, 这是何光同臣的意思, 光是把它隐约起来, 好像跟世俗在一起, 淡中就是说, 我抽开你, 完全离开你这个世间的东西, 那就是淡中, 好像不落两边, 你又落在中的这一边, 跟两边对立, 非A非B, 你又变成C, C跟AB对立, 这就是淡中, 就是你这个中的中, 其实不是真正的中, 这个中是一个, 离开两边, 而建立另外一边, 仍然是边界, 这是中的边界, 而此地呢, 不住生死, 不住内涯, 亦不不住生死, 中流, 就是不离开两边的中, 所以我们说, 缘起星空, 不是说, 我既不是缘起, 也不是星空, 我抽离出来, 产生一个中, 这是错的, 中是缘起不离开, 星空的缘起, 星空不离开, 缘起的星空, 世间跟初世间, 这两个, 生死跟涅槃这两个, 我没有去抽离它, 我在生死中, 不被生死所染, 在世俗地, 不被世俗所染, 而行菩萨之界, 这个才是, 天台极空, 极甲, 极中的那个意识, 一星三观, 空甲松, 圆通, 而不是淡中, 所以因此天台立这个, 为什么立这个呢, 就有的人执着忠,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学者就说了, 我不生, 我不灭, 我抽离生灭, 我起了一个忠道意, 其实那个忠道意就是淡中, 他以为那是忠, 忠观的忠, 其实那是淡中, 不是真正的忠, 是一种, 似是而非的忠, 此地呢, 他就迫出这个观念, 迫出这个观念, 所以这个, 所以就说, 四日豪里没有一千里, 为什么天台要立一个丹, 充甲中里面有藏通, 别教呢, 别就是特别, 我说我很特别, 是菩萨行哦, 我的忠就是淡中的, 那个还没有, 没有融会在里头, 他又建立了一个对立面, 所以我们说绝代啊, 你又创造一个对待, 这个对待叫做忠, 离开两边的忠, 简单的一句话是这个意思, 所以此地就说, 一众生数啊, 不舍一众生啊, 着多众生, 不舍多众生, 就是说, 他也不说一个众生多众生, 我一定要多才是少, 也好, 这个众生相, 为什么说, 人像我像众生相受的相, 都是要不拙呢, 脱离这个多跟少的, 这个概念, 你在一多, 还是有一个众生相, 他就超越这个, 这样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现在, 比如说政治人物说, 思考问题说, 大部分的选票会这样, 我就做, 可是呢, 少数选票我就不做, 他就会产生这个了, 对我有利的我做, 没有利的我不做, 那那些, 有的人就受到很大的歧视, 或者是忽略了, 成了问题了, 他就选择性嘛, 我是来者不拒, 我是为民服务, 多也好, 少也好, 不在多少, 不在选票, 而在我怎么样去服务好, 我的选民, 所以这个态度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菩萨事业就是说, 我不做这个多少之下, 不在此地, 所以呢, 你看他讲这些东西,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其实他在澄清某些概念, 所以很巧妙的, 前面就是说, 不是说草圣饭, 草来草就是那一套, 不是哦, 他就有新的意识出来了, 你不去采摩, 不知道他讲一大堆话, 那说的有的没有的, 不是好像, 好像懂好像不懂, 会有那种的错觉, 这样的一个, 好, 我们继续, 再看下面, 菩萨卢是以善方辩, 所以我们刚刚说, 为什么要提善通, 这个张通边缘, 为什么要这个, 其实它是一种思考方法, 哪个是有方法, 是最究竟的, 可是呢, 在过程, 思考过程中, 可能会有某些的, 不了意的, 或者是错觉的, 不究竟的, 那把你本的众生都可能, 犯这样的一些过程, 或者错误, 跟我们平常, 泛泛的说, 张通边缘什么, 五十八教, 谁都知道了, 但是实际上, 其中的精神, 不一定把它消化吸收, 好, 下面, 一百三十五第二段, 菩萨卢是以善方辩, 入身法界, 助于无相, 以清静, 相庄严起身, 了法无性, 而能分别一切法相, 不取众生, 而能了知众生之术, 不作世界, 而现身佛上, 不分别法, 而善入佛法, 生达意义, 而广演言教, 这边呢, 就是六指谈音的一话, 不作分别想, 而善能分别一切法, 好, 后面呢, 有几句话, 就这一段呢, 最后, 无有穷尽, 而在世间, 常出无灭, 非究竟, 非不究竟, 非取, 非不取, 非依, 非五依, 非释法, 非佛法, 非凡夫, 非德国, 前面是, 释法就是佛法, 不义佛, 世间法, 世间法, 不义佛法, 是双义, 现在是双非, 非究竟, 一切, 世间, 一切, 都是相对待, 世间一切都是相对待的, 这个大前提就产生一个问题怎么样, 你说都是相对待的, 都是相对的, 一定必须有一个绝对的东西, 才会说相对, 你说相对这两字才能成立, 相对是立在绝对跟相对, 对立才叫做相对, 这里面就有矛盾了, 你说一些都是绝对的, 讲绝对的时候, 一定有相对跟你绝对相对, 同样都是两边的思维, 所以这边说, 非究竟非不究竟, 也就是说要抽离这两个对待面, 后面意思都是一样, 意思都是一样, 简单的说, 就在对我们凡夫, 不断对我们凡夫的盲点死角, 把它打破, 好, 现在我们来看后面, 倒数第五行, 菩萨成就如是难得心修, 菩萨行事不说二神法, 不说佛法, 不说世间, 不说世间法, 不说众生, 不说无众生, 不说够, 不说静, 何以故菩萨之一切法, 无染无取, 不转不退, 故菩萨于如是其境, 为妙甚深, 最甚法中修行时, 亦不生念我行, 修此行, 先修此行, 以修此行, 当修此行, 不着运戒处, 内世界外世间, 内外世间所起大愿, 读波罗密, 及一些法, 皆无所作。 那么下面这边说, 这边是要难得行嘛, 菩萨成就如是难得行, 行, 修菩萨行时, 不说二神, 我们在大神法里常常提到, 不说二神, 不说佛法, 不说世间, 不说世间法, 不说众生, 不说无众生, 不说够, 不说经。 前面明明有世间法, 跟出世法, 说世间就是出世间啊, 此地要把我们世间, 跟众生, 前面都是要有众生对象啊, 现在要一切无忍无虚, 不足, 不足, 这样子, 现在请翻过来, 可以顾法界中, 无有法明, 像生文臣, 像独觉臣, 无有法明, 像屠杀臣, 像阿罗多罗三菩提, 无有法明, 像凡夫界, 无有法明, 像染, 像镜, 像生死, 像涅槃。 这句话其实, 让我想到老子, 道德经第一章,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明明前面就说了, 有菩萨, 有众生啊, 对不对? 那你这里说, 我没有一个法叫做, 往生文臣啊, 菩萨臣啊,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啊, 也没有什么凡夫啦, 生死啦, 涅槃啦, 这些都是假明嘛, 所以还是中观那句话, 意为是假明, 意是中道意, 就是, 有是利, 有是破, 何以故, 下面是诸法无二, 那么下面, 我们看到这一段最后几个一句话, 不舍佛诸不为是法, 普现世间而不作世间, 就是不舍佛诸也不为是法, 普现世间不作世间, 就是集世间出世间啊, 前面是, 世间就是出世, 佛法就是世间法, 世间法就是佛法, 这边要说在世间中处理事间, 最后一段, 屠杀如是成就难得智慧心, 修习诸行, 于善恶趣拔出众生, 教化调腐安置三世诸佛道众, 令不动摇, 不作世间, 世间众生不知恩报更相仇对, 邪见执着迷惑颠倒, 于此无知无有信心, 随读恶有启读恶灰, 贪爱无名, 种种烦恼皆惜充满, 是我所修菩萨行处舍有, 知恩聪明慧解, 及善知识充满世间, 我不于中修菩萨行, 可以故, 我于众生无所狄默, 无所寄亡, 乃至不求一理一毫, 即以一致赞美之言, 敬畏来皆修菩萨行, 未曾一念自卫于己, 但于度脱一切众生, 令其清净永得处理黑股于众生中, 为明导者法应不事, 不取不求, 当为众生修菩萨道, 令其得志安文彼岸, 成阿勒多罗三百分不敌。 这一段就是菩萨怎么样成就这个难得, 这一段整个就是叫难得行, 修习诸行, 后面就说, 于三恶道拔出众生, 叫化调出, 安世三至诸佛道中, 令不动动摇。 这个是低沉的说法, 就是在三恶道是最难度的, 就从三恶道开始, 然后呢, 附作试炼就是世间众生不知恩报, 更相仇对, 邪见执着迷惑颠倒, 于此无知无有信心, 随着恶有启足恶灰, 贪爱无名。 这里面就是, 我记得《红楼梦》里面有些话, 《红楼梦》里面有说, 痴心父母古来多, 孝顺儿女谁见了, 好多这样的话, 他是在那个时代, 清朝, 康贤时代, 就说了, 众生一般来讲, 能够知恩而报的这些不多, 但是相对来说, 孝子, 孝顺父母的孝子, 倒蛮多的, 孝顺儿女的孝子是蛮多的, 孝顺父母的孝子是相对起来是比较少, 各位说对不对, 这从古今之外都是如此的, 古今之外都是如此的, 所以此地同样的, 知恩不一定是父母了, 我们不是有四中恩吗, 佛法为什么讲四中恩, 父母对不对, 父母恩, 众生恩, 施展恩, 我们受老师的教育很几个记得的吗, 大部分都不太记得了, 还有就是国王恩, 还有众生恩, 都是恩将仇报的很多, 相对起来恩将仇报是比较多, 就是红楼梦讲这些话, 其实有他某些道理的, 所以他就说了, 为什么菩萨事业很难呢, 因为你帮助众生往往是恩将仇报, 让人心寒心, 这个佛心事业不好做, 更相仇对, 还把你当仇人, 所以我们常说, 一生米是恩人, 一斗米就是仇人, 不是有这么一个成语吗, 为什么, 你帮他一点点, 感谢了不得了, 你帮他很多, 他就会写你, 你这为什么不帮你, 你帮我99, 为什么那99分之1, 那个1%你为什么不帮助我, 你只帮助我99, 为什么不帮助我1%呢, 他会把你99都否定, 变成0, 变0, 归0, 可是他看见那个1, 这是众生, 很多众生是怎样, 不过话说回来, 很多, 我真的网络上看很多, 有一只狗, 狗主人去世了, 他就守在他的狗, 主人的坟墓, 一直到死他就不走, 狗还是能报, 这狗来生可能会变人, 好, 这个, 可是呢, 有恩不报的很多, 可是有仇必报的人, 这多不多, 很多, 有恩不报的人很多, 有仇必报的人也很多, 这就是值得我们去, 思考了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难行呢, 更像仇对, 写见执着迷惑颠倒, 于此无知无有信心, 谁着恶有起足恶业, 贪爱无名, 为什么多的人多, 生的人少呢, 为什么诗人生如大地土, 得人生如早上沉, 所以此地呢, 就是说, 红楼梦里面, 其实你说红楼梦啊, 它里面所讲的很多, 都是人情世故, 红楼当然也说, 红楼代表, 世间的荣华富贵, 梦就代表如梦幻泡影, 一场空, 那里面所讲的, 人情世故等等的, 一般读红楼梦有的, 喜欢的那个是男女之情, 但他也写进了人生的, 酸甜苦辣, 人生的这些, 非常所谓, 世事动民皆学问, 人情恋达及文章, 红楼梦里面写了很多, 其实不管红楼梦, 聊在很多小说, 中外古今的小说, 很多都是把人情世故讲得非常的透辟的, 所以呢, 此地是讲出这个干什么, 包含净土经论都有讲哦, 这众生的根性是怎么样, 他都很了解, 就是说, 诸佛菩萨了解众生, 比众生还了解众生, 那这些小说能够写得那么, 淋漓尽致, 把人生描述的那么透皮, 是因为他也经历过, 很多人生的酸甜苦辣咸, 所以他能写出那么, 贴近人情, 那么所谓, 世事动民皆学问的这些文章里面, 来, 就拿, 不要讲别的说, 这些武侠小说吧, 武侠小说都写了那些, 什么, 不管他是什么小龙女, 还是什么什么人物里面, 张无忌什么, 就是说, 虽然这些人物是虚构的, 可是社会上却有这一类的人, 确实有, 所以他写这个东西, 表面上当时写武侠小说, 好像都哈哈嘻嘻, 很好玩, 很热闹, 但实际上里面写的人心事故, 还是, 是真实不虚的, 是真实不虚的, 那所以说, 小说就写了很细腻了, 那此地呢, 当就是来说, 世间人是如此的, 那因为, 于此无智无有信心, 下面说, 说, 贪爱无名, 种种烦恼皆惜充满, 是我所修菩萨行处, 他这边就说了, 这里面也就是一句话, 烦恼即不提, 众生可哀鸣的, 不是说我要去报仇, 我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这就是我要修菩萨行, 可怜悯者, 对佛就说, 可堪怜悯的人, 因为他是愚痴啊, 贪生痴啊, 他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不了解, 这也不了解, 迷迷糊糊的做了那些事情, 那么这样说起来, 我们会有一个想法, 刚刚说了, 众生是忘恩负义的了, 那另外一种人, 就是说, 这种人很懂事, 知书达理, 了解人情, 就是聪明慧解, 集善知识充满事先,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定知恩, 知徒报, 如何如何, 但是, 我不于衷修菩萨行, 就是说这个,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 你不必修菩萨行了, 这些人都是好人, 就等于说, 这些学生, 不要老师教学, 他都学问都学得很好, 你还要教吗, 不需要教了, 你要教了, 就是那些顽劣的, 不懂事的, 功课不行的, 所以以前我记得, 我们某某学校, 有个校长, 说了一句话, 就说一句话, 我到现在, 言由在耳, 说了一句话, 有他道理, 他说, 我们老师把好学生教好, 不算, 好的教学, 要把坏学生教好, 才叫好的教学, 他这句话对不对, 对的, 怎么把坏学生教好, 这是, 这是, 一句, 自理名言, 此例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 我于众生无所谛莫, 这不是谛莫, 这个是从论语里面来, 孔子是无谛也, 无莫也, 谛是什么, 谛是yes, 莫是什么, no, 就是我对于所有的事情, 就我们一般来讲, 一般人, 这个, 我记得我以前在, 也是某个学校, 就是, 我讲的就是, 我们附近台北商专, 以前那个校长, 我一个学生, 我当导师嘛, 我来跟他, 因为我还教文化基本教材, 我去跟学生谈话, 我就问他, 谈话我说, 你最讨厌谁, 我最讨厌孔子, 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都在教训人, 所以, 他会了解说, 他在想什么, 就是, 孔子他教训我们, 可是孔子有一话, 他说, 无敌也, 无莫也, 亦之于彼, 就是说, 我对于任何事情, 因为孔子说, 这是对的, 这是不对的, 我们没有人喜欢被教训, 可是呢, 但是他告诉我们, 有个行为准则, 这个道就是有个行为准则, 就跟开车一样, 他有个规则, 没有规则, 你开车怎么办, 那就天下大乱了, 但是呢, 无敌也无莫也, 虽然有个规矩, 有的事情是没有绝对的是跟非, 无敌也无莫也, 欲之于彼, 就是说, 合情合理, 合法的, 我就遵循, 合情合理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 他很有弹性, 所以你看, 菩萨, 所以这个地方就很奥妙, 他用这个狄默这两字, 那他们已经是读过论语的, 没有话讲的, 翻译的, 这些都用学问的, 他说, 菩萨, 我就是菩萨, 我对于众生, 没有绝对的yes or no, 无所祭求, 这就是我们说到, 什么叫做善, 什么叫做恶, 什么叫做对, 什么叫做错, 你必须要有你的全巧的全智, 来处理, 有是对的是错, 有是错的是对, 不一定, 所以说这个教学有时要可以说考验老师吧, 我记得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我以前在北上专那时候当老师, 那个老师当了五年, 有些学生非常调皮, 比如说我那时候规定, 寒暑假一定有些作业, 写大字, 写小字, 或者多久写一篇日记, 大概有几个字, 如何如何, 寒假不是闲的, 暑假不是闲的, 要背多少唐诗如何如何, 有个同学呢, 就是不写, 就是不做, 你能帮我怎么样, 可以啊, 我等于打不及格, 开除就好了, 对不对, 你不听话嘛, 一种就是这样, 很简单嘛, 11,22, 我说就找那个同学来, 谈天, 谈天的时候我才发觉, 他是单亲家族, 没有父亲, 只有母亲, 生活得很辛苦, 所以他对社会有一种反社会的心态, 我了解了, 他怎么会这样, 有一天我就带着他到我家去, 然后看到我的很多的书啊, 这个同学就是谈谈谈之间呢, 你感觉到他不是不听话, 他有他的心结, 他有他的想法, 也不是不可教话, 他突然说, 老师我要借这本书, 因为我这个人是有个执着, 书不外借, 因为有人书借了就没有了, 好不容易得到, 我另外他, 我书不外借, 可是你是唯一例外, 我借他了, 这类似的, 他喜欢看书也还不错啊, 虽然他不一定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他有他的那个, 就是从他那一套, 他所喜欢的, 你去顺他所喜欢的, 去帮助他, 后来这个学生非常好,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学生我就是二分呢, 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点我记得, 不知道什么科, 气管科哪一科的, 有个叫做毛玉银, 还是哪一个的, 个子长得高大了, 上课的时候坐那里, 就是东张西望, 就是别的东西都坐得安安安安安安, 他就是调皮捣蛋, 喜欢东讲西讲, 那个时候呢, 我给他们一个作业, 就是说, 我们上课每一个同学, 到开头的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到二, 有时候到二十分钟, 你们报告一个文学家, 不管是谁, 事实不许, 什么都可以, 因为我都国文课嘛, 哇, 我后来觉得, 别同学很老实的, 讲得就好像, 照着念着干什么, 哇, 他就是泡沫横飞, 哦, 讲得好棒啊, 我就觉得说, 你不要看他很不听话哦, 可是他脑袋非常的火, 讲起东西来, 哇, 泡沫横飞, 如何如何, 我就觉得, 你不要以为某些, 我们只是认为说, 我们老师都喜欢乖的, 那就是好的, 可能比较呆一点, 看他好像活泼, 好像不听话的, 可是他在某些地方, 他非常好, 要去了解他, 你不能要求说, 你要了解我, 我要去了解他, 给我上了一课, 我觉得还有一个例子, 我那时候, 那一班同学, 毕业了, 第五年毕业, 我刚好在写博士论文, 刚好生出两个孩子, 老人家老, 小孩小, 然后还要写博士论文, 非常辛苦, 那时候博士论文, 不像现在有电脑, 那时候没有电脑, 你要跑跑跑跑跑, 跑什么中原院, 台大, 什么什么图书馆, 什么政大, 什么什么, 中央图书馆到处跑啊, 找资料啊, 很辛苦, 手写, 一天三十千字, 手都拴了, 不是打字, 那么刷一下, 电脑就都下来, 突然有天接了个电话, 老师, 我们班上, 某同学要自杀, 一个女同学, 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呢, 他抓到我了, 我已经, 他们已经毕业了, 跟我没关了, 照某些讲, 都没有关系了, 我还正在紧握秘鼓之中, 还怕赶不出来, 但是我觉得人命关天了, 那我就, 我就在, 他自杀, 他为什么自杀, 他能相信我讲的话吗, 其实这个学生, 对我不太友善, 有的学生跟我很, 非常像我, 有的, 各种不同, 那么当时, 这位同学是当过班长的, 跟这个同学也非常好, 当时还有什么校园师哥, 什么他们表现都非常好, 很杰出的, 那么后来, 我就当然就问, 试探了一下, 我说我讲话, 他会不会相信呢, 给这个同学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位同学, 就说他们没有办法, 所有同学都劝他, 因为他很杰出, 他口才也很好, 没有人讲得过他, 他就是要怎么样, 因为感情问题了, 他说, 他说老师, 这一次毕业考, 考的时候, 这学生交卷的时候, 我问了一句话, 某人, 你毕业以后干什么了, 我跟他虚寒问暖, 聊了几句话, 他在跟他聊天之间, 他说, 他以前对熊老师是非常的no, 可是他突然发觉说, 老师也蛮关心我的, 其实我当时对同学, 比如说, 每一年全参名我都给奖品, 自己出钱给奖品, 好多都是鼓励他们了, 那么, 可是呢, 虽然如此, 他不觉得说, 我对学生多好, 他觉得no, 可是那一个, 其实我是有点无心的, 有点无心, 你怎么样, 也是关心的, 也是对同学, 我一视同仁嘛, 他觉得, 就是这一个, 觉得说, 老师你讲话他会听, 所以我就去了, 坐金车跑去了, 跑去就跟他聊啊, 他是一个女生, 同学几个了, 这棚头垢面, 也不舒服干什么, 父母亲去他也不听, 同学也不听, 我就开始, 这个如黄之舌, 讲了半天, 讲了半天之后, 他的回答是什么, 老师你说的, 我都听过了啦, 没讲啦, 都是废话, 那意思就是说, 不必讲那么多, 讲了半天呢, 都是废话, 意思就是说, 我还是要自杀, 到时候呢, 我觉得菩萨的慈悲, 是没效了, 我要表演金刚露目, 就是临近一遍的, 我就指着他, 我说, 你不配自杀, 他吓一跳,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说啊, 我不配自杀, 我为什么不, 这是一个, 因为你讲那些好话, 什么自杀, 那些话, 都没什么稀奇, 我说你不配, 我说你生出来以后, 你欠父母的, 欠社会的, 欠学校的, 欠什么, 欠什么, 你欠那么多钱都没还, 你凭什么自杀, 讲了一大堆要,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 什么灵感来, 讲一些话, 现在也忘了, 他就傻住了, 因为他没想过嘛, 前面讲都想过的, 都说过的, 我今天讲都没想过的, 你不配自杀, 你欠了社会, 欠了国家, 欠了父母, 欠了什么, 学校, 这么多你都没还呢, 因为他是, 本来有个男朋友非常好, 有一次刚刚男朋友讲话, 就是他说跟他男朋友讲说, 我不能允许有人背叛我, 或者是如何如何, 讲了一些话, 他男朋友就听不下去了, 就要离开他, 他说他是父母的乖宝宝, 就是父母把他捧在, 长上猪了, 从来没有人给一个态度对我的, 我是不能忍受, 他是这样说的, 我不能忍受, 谁能够对我这样, 他功课也不错, 但是为了这个事情就这样, 所以我那句话, 他就正不住了, 你没想过吗, 那个时候刚好呢, 快到六点钟了, 要吃饭的, 晚饭的, 我不能认得叫车饭啊, 我假说的, 对不对, 我还要赶功课, 我百万钟抽跑出来的, 所以后来, 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回去, 我怎么如何做这些事情, 要吃完饭如何, 我就说, 我只要得到一句话, 怎么话, 不可自杀, 他就说了, 老师我答应你, 你放心, 那就放心了嘛, 我就回去了, 后来同学会的时候, 他对我非常好, 他现在对我非常不由然的, 老师你好吗, 你今天高兴吗, 干什么, 讲一大堆, 他虽然没有讲什么, 但是我觉得, 所以我说, 这次差点没考导, 差点没考导, 当然我也很高兴了, 所以这边就是说, 无敌也无默也, 什么要叫做对, 什么叫做错, 到底说你要很, 婉原这个温宇的跟他说话, 对不对, 是吗, 是没错吗, 可是为什么, 我都觉得这个没有用, 父母亲也是这样, 同学也是这样, 突然, 不过这个东西, 因人因事因地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我看他这个状况, 是如此的, 好, 所以呢, 我们谈到这个地方, 说他用了这些名词, 就是说佛经很少用, 什么无所谛末这样的话, 几乎没有, 可是此地呢, 用了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一切法, 用佛法的话, 无自信, 没有一成不变的, 它是有全巧方便, 所以我们佛法常讲, 全巧方便, 所以呢, 文语里面讲, 可以共学, 就是大家可以共同学习, 为可与世道, 就是说, 世道就是方向不一样, 我同样学这个东西, 我来学这个, 我的目标不一定一样, 可以世道, 为可与力, 同样都有个目标, 可是有的人能够学得成功, 有的人学不成功, 可以力, 为可与权, 虽然可以学成功, 可是在成功之中, 还是每个全巧方面不一样, 庄子佑有句话说, 答于理者, 必名于权, 权又不是一成不变, 所以我们叫做权制, 这个是需要训练的, 好, 我一直很想讲快一点, 可是好像, 总什么讲不快, 当然我是希望说, 把经中的那些核心的东西, 很重要的, 里面其实它有很多, 所以我们在讨论之中, 其实它有很多什么样, 每个不同, 它有很多很深入的意思, 在里头, 这绝对不是可以用一般的, 泛泛的那些, 智慧能表达那么深刻的道理, 是这样, 那么这个呢, 就是等于到了第八条, 这是第八条, 解决, 我们看一看最后一句后面的那句话, 于众生中为民导者, 法应如是, 不取不求, 但为众生修菩萨道, 另许得至安稳彼岸, 成阿赖多罗三秒三不提, 是名菩萨摩克萨, 第八难得行, 这就是第八项, 后面还有两项, 我们后面当然还有吴敬藏的, 再后来就是十回项, 就是实行完了, 重点就是十回项,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边搞一个段落, 愿以此功德, 庄言佛净土, 上报四众恩, 下集三图, 若有见文者, 西华图净心, 尽此预报身, 同生极乐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